只要国家关闭所有游戏 孩子们就会爱上学习 为了让孩子们摆脱游戏的魔爪 无数的家长在网上发出了声讨 游戏就是精神鸦片 我儿子就因为打王者荣 要学业荒废了 游戏早就应该倒闭了 以及这样 马云 我现在 这样 求求马云 这样的事情 恭喜我儿子 看到他们声泪俱下的控诉 让很多人都产生了一个疑问 难道国家发展游戏产业 真的是个错误的决策吗 腾讯网易迷哈游 这样的中国游戏公司 真的该去死吗 如果你也对这个问题有疑虑 那你一定要看完这期视频 绝对会颠覆你的三贯 首先 90%的人都有一个错误的认知 就是游戏会让孩子入企图 危害社会的稳定 但是事实上 根据美国维拉多瓦大学 和罗格斯大学 联合收集的数据显示 每当有游戏发售时 青少年当天的犯罪率 也会随之降低 而且如果发售的游戏 是热销的大做事 犯罪率的降低会更加明显 没想到吧 这游戏居然成为维持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其实这也不难理解 很多青少年犯罪的本质 其实是积攒的负能量得不到释放 最终酿成杯子 而当他们把这些负能量 宣泄在游戏里时 就会让他们在现实中 冲动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曾经有专家就发出过灵魂考案 你觉得是一对不良少年 整天在街上晃悠危险 还是他们整天坐在电脑前 打游戏危险 所以从这件事上来说呢 游戏绝对是有积极意义的 听到这儿我相信有的人会说 别给游戏洗白了 我家孩子就因为沉迷游戏 把学习都耽误了 你怎么不说 对于这种人我只想说 你需要的只是一个 背锅侠 现在是游戏 十年前是早恋 二十年前是稿片 三十年前是武侠小说 只要他能掩盖家庭教育的失败 就够了 在斥责孩子沉迷游戏前 是不是该问问自己 有多少时候因为没有耐心 直接把手机iPad丢给孩子玩 有多少次看到孩子玩游戏非打即骂 从来不跟他好好狗斗 又有多少时间 只关注孩子的考试成绩 而从不在乎孩子的身心健康 我不是想问游戏洗白 游戏自然有他的问题 比如利用抽奖骗情 篡改历史 色情暴力等 都需要去证实 去解决 但作为家长 咱们同时也要证实一下自己 对孩子是不是真的负责任 是不是给孩子传递了 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真正回来孩子 除了家长自己